花莲市公所举办2024爱花莲 湘海漫步走活动 16号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举行 吸引了将近5000位民众热情响应 搭配活动主题 市长魏佳燕和贵宾们都带上了花圈 和乡亲们共享健走乐趣 民众也穿戴着花饰品来参加 缤纷色彩及活力造型 为健走活动带来春天的气息 花莲市公所每年春季举办健走活动 今年3月16号以花朵主题 邀请民众穿戴花朵衣物 一起来走出健康 我想花莲市公所每一年在春季 都会举办三海系列的一个健走 那今年的主题是以花为主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来了相当多的一个市民朋友们 那有的来自 刚也有看到有来自新城 也有来自吉安 然后受风都有 那其实我们不管来自哪里 我们都希望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 然后促进大家的强健体魄 那也可以促进我们亲子关系 那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代表会 跟我们所有前来的贵宾们 那其实我想健走就是 这连接连几天的下雨 我想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鼓励大家都出来 动一动走一走 然后吸收我们的维他命D 那在此我想未来这样的活动 我们会持续的来做一个办理的动作 不少民众真的是身穿花样衣物头戴花朵配饰 每个人脸上都有着春天花朵般的笑容 舞台上的来宾也都挂上花圈 和大家来一场花朵的亲子健康活动 施工所也准备了1200份礼品 送给做花朵主题装扮的民众 大家热情响应 一下子就发送完毕 现场由市长和贵宾们一起名枪骑走 全程5公里 舒适健康又轻松 而活动最后还有大家最期待的摸彩 施工所准备丰富的奖项 让参与的民众拥有健康又能够赢得大奖 而现场也有各式宣导摊位 朝日市集和精彩表演 施工所广邀大小朋友一起度过健康精神饱满的假日 市长温家宴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举办各种活动 为民众打造活力知性的城市 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介络会欢视报道 欢迎视频来 欢迎来 欢迎订阅